自然有限 公交场站地少车多 站道停车 公交汽车流浪街头 没有办法 临近的道路上 放那么几辆车 如何破解公交停车难题 创新践行时即将播出 开进楼里的公交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晨五点 北京公交的早班车司机们 已经提前到岗 开始了发车钱的准备工作 在这个常住人口超2000万的超级城市 每天都有近千万人依赖着公交车出行 为保证城市的运力 北京公交运营车辆增长到现在的2.3万辆 随着公交车辆的不断增加 公交车的停车问题也日渐突出 北京公交车辆的不断增加 北京公交车辆的不断增加 梁叔叔 满了 进不来了 院里 又满了 帮忙找找地呗 自己找一个地啊 好嘞 找地 一点地儿都没有了 为了缓解这一窘境 一群有着创新精神的工程师 决定设计一座公交立体停车库 来缓解车位不足的问题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北京峰台 我身后是公交立体停车库 其实说到私家车的立体停车库 非常常见 但是由于公交车的重量大 体积大 车身很长 要实现立体停车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那么这个车库是怎么运行的 里头有哪些新的科技呢 我们今天是专门请到了一位技术专家 周老师 你好 你好 主任 周老师 停这个公交车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是吧 对 那这个车库里面 它到底是怎么运行起来的 那我带您去体验一下 好嘞 我们眼前这座智能立体公交停车库 坐落在丰台区梅市口路 与张仪村东三路交叉口的二通场 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 共分为四层 可以停放169辆纯电公交车 目前正处在试运行阶段 刘师傅 你好 你好 今天坐您车感受一下 好的 这个感觉有点像咱们自个儿开进私家车 进立体的两层的那种小的机械车库 对 咱们这个就是机械式的 然后车道门这自动识别了 这不用什么人在操控 对 不用人在操控 人只要把车停到我们的指定位置上 然后司机就不用自己去找车位了 也就是说我们司机把停到这个指定的这个位置 人下车 对 他回家 别的都不用咱们管 对 是吧 现在这个车已经开始被升降起来了 现在就是咱们开始提升了 眼前这台长15米 重35吨的搭载平台 正带着重15吨的公交车 向二层的停车区转运 而且顺利 二层蓝色的搬运车自动启动 接替搭载平台进行横向搬运 准备把公交车转移到停车位上 你看那边那些车都在往这运送 这是在把车要送到车位是吧 对对对 有提升机送上来之后 然后这个搬运机负责每一层的横向移动 正当搬运车在正常横移时 危险的一幕发生了 不不不不 你刚刚那个车怎么回事 停的瞬间啊 震的影响 随着突如其来的剧烈晃动 转运平台也停止了运行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一辆15吨重的公交车 在半空中出现了不该有的危险 如果倒了怎么办呀这个车 这没事 这没事 这是我们现在正做那个测试呢 刚才我们是急停了 就是说我们异常情况下 才会采用 不不不 原来为了提高公交车的停放效率 这是科研团队的刻意所为 他们要测试出安全停放一辆公交车的 最佳速度 公交运营车辆都是按照固定的组数 还有固定的时间和间隔来发车 我们车辆收齐之后 得需要次日的发车顺序进行摆放 由于地方太小 太拥挤 把车扎堆摆放在一起 前车 压后车 它就会难免出现 这个前面是故障车 后边的车出不去 影响我们的发车顺序和时间运营点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公交厂站 公交厂站的使用功能 不仅仅只是作为公交车 歇班后的停靠场所 更重要的是 每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认识的计划 我们可以认识时间在四分钟以内 那么如此苛刻的要求 设计团队能完成任务吗 我们跟随周公 来到最初给团队设计灵感的地方 寻找答案 所以周公我特别想知道 当时我们在借鉴小汽车停车楼的设计工程中 有哪些经验可以参考吗 我身后咱们所站的身后就是我 这些其实都是停车楼是吧 对对对对 我带您去看一下 好嘞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没什么奇妙的 因为这个可不就是一个 咱们正常在地面能看到铺点草坪 它叫简易升降形式的 这不就是一个正常的我们地面停车场吗 但是咱们把车货藏在了地面一下 哎呦天呐 这还真是内有乾坤 我们这是地下两层加地上一层的这种形式 就是说不占地上的空间 但是由于它智能化程度比较低 然后公交车比较重 所以这个结构不太好 这个埋在地下的简易升降类停车库的设计 显然不适合大型公交车的停放 这个其实还挺常见的 这叫什么 这叫升降横移 整个船弄的就是靠它去 把这个整个提升起来 钢篮叶就我一个手指这么出 这个像一个大的铁针一样的 这个杆是干嘛的呀 安定钩 你看这多窄 所以这个不太好停车呀 升降横移类立体车库 是市面上最常见的一种停车设备 采用载车板升降或横移的方式 存取车辆 通常能设计二至六层 但是当车位较多时 存取速度慢的弱点也十分显著 载车平台的承重有限 也不适合公交车这样的大型车辆 赵老师 这个停车楼是一个什么结构 这是一种垂直循环形式的那个 看着好像像一个这个 椭圆形的摩天轮 类似于那种 这就开始像那个摇摇椅一样了 如果把公交车开上来 十几轮那只车 它能行吗 能撑得住吗 所以我没有选这种形式 就是因为考虑到公交车的重心 它会比小车的也会高一些 异常情况下 比小车还要晃动的严重 所以我们把这种晃动 然后也排除在外了 在民用停车库的展示区 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立体停车库 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周老师这个是一个什么结构 这是一种改进的平面移动形式的 然后我这个升降机升上之后 然后通过横移找到一个目标车位 平面移动式立体停车库 是通过升降机的垂直升降 和搬运器的平面往复运动 将车辆自动运送到目标停车区域的 一种自动停车方式 最终我们觉得就是平面移动的这种形式 从承载上 从规模化上 都是比较适合我们做这种的 所以我们是 就是大方向基本上定的平面移动的 这种形式 平面移动式立体车库 每层的搬运车和升降机独立工作 提高了车辆的出入库速度 部分区域发生故障时 不影响其他区域的正常运行 因此使用更加方便 周公这个就是正在取车是吧 你看咱们这个车主已经进去了 我看一下这里面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车主 就直接把车给取走了 是吧 然后他就开始关门 对 然后都是自动的 这个自动化程度和智能化程度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然后中间那个移车平台 是可以360度转的 对 那是可以360度转的 正结构是偏轻结构 底下这个圆形的平台就开始转转转转转 让这个蓝色的搬音器对准这个车位 对 把车推进去 对 车推进去 然后疏尺再收回来 还是跟进车位的一样 它也是一个交叉的这种 明白了 就放到了车位的疏尺上 就是现在这个车是架在这个蓝色搬音器的这个疏尺上 对 然后我等我转到指定车位之后 它推进去 然后往上一落 这个车就稳稳地落在了这个车位上 对 是吧 哎呦 这个设计很巧妙 是的 是吧 公交车也能通过这个传送器 这个疏尺这个方式实现这个整个车的搬运吗 可以 但是我们设计的是固定疏尺的那个 以此为灵感 设计团队对公交车立体停车库的转运系统 做了进一步的优化 专门为公交车量身定制了 输尺搬运器 这样的设计能否满足公交车 限时存取要求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 在公交立体停车楼 工程师们是如何利用输尺来完成停车交换 稳地过渡到自身后 再拖载到事先设定好的停车位上停放 特殊设计的输尺搬运器 让公交车的转运速度加快 是什么潜在的危险 让它被迫按下暂停键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看似完美的搬运系统设计 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 当我们在重车实验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就是这个重载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考虑到 异常断电的情况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急停试验 在一米每秒的速度停止的时候 车辆的晃动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轻负试验 通过大量的试验 工程师们调整了 横移车的运行模式 最终得到了一个安全运行速度 现在是横移车在运行的时候 是分两个速度去运行的 没有车的时候 我们是在一米每秒的速度 然后有车的时候 我们设定在 大概在0.6米每秒的速度 保证车辆快速地存取的同时 能够保留车辆的安全 就这样 在这四层的自动立体停车库内 12米长15吨重的公交车 犹如一个玩具 在短短的四分钟内 就能安全地完成 存车或取车的全过程 整个的停车面积 大概提升的有 三到五倍的这么一个效率吧 所以说咱们这种立体停车库 一方面是把人给解放出来了 不需要人去操控了 另外一方面也是把我们过去 占用了过多的城市的土地 给它收到 这个是通过68个摄像头 无四角地进行监控 然后通过动画进行展示 所以我现在看到这边有车 实际上这个车位是 实际是有车的 停放在这个位置的 包括可以看到 这辆车的车牌号是多少 几点要进行出库的 请对应的一些内容 都会有显示 高度可视化 是过去传统场站所无法实现的 在创新科技的帮助下 调度中心的管理人员 还能将车库切换到手动模式 实现远程对车库的操控 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这个系统也会进行一个报警 比如车辆出现超高 或者超宽等故障 为使用到相应的停车点 我们的激光会进行一个报警 在这个通过屏幕进行显示一个 如果说发现 这个车辆停放位置 并不是很准确的话 我们这个系统 应该是可以拒绝它进行升降 对 出现隐患的时候 设备是会暂停工作的 等待这个隐患消除以后 然后由控制人员 进行一个复位的操作 确保这个设备整体运行是无误的 所以其实我们立体公交车 他们用一些硬件设备 和我们这个智能系统 它是匹配的 对 是相结合的 我们也可以进行人为这个干预 对对对 这个智能立体停车库 能够停放169辆公交车 实现4辆公交车的 同时出库和入库 为公交集团 每年节省场地租金 上千万元 停车库实现了无人职守 安全高效的公交车运营调度 让夜班车司机 再也不会为寻找车位而发愁 早上来吹酒车 拿钥匙 这个车已经在指定位置等着你了 不用去在满厂院的 去找这辆车了 晚班回来的司机 不用满处的去找停车位 不会像以前看不见路 与其他车辆发生广蹭的事故 公交厂站作为城市的交通枢纽 承担着集散与调度重要工作 科技的创新完成了公交厂站 集约化 自动化 可视化的全面升级 王师傅 您好 您发12点16 单从16分 全新的管理模式 让公交厂站也迎来了数字化时代 未来 车库系统 公交系统 与北京交通联动 将进一步推动 北京市智慧公交的不断发展 最终 普惠全民